吴玉华府瑞源小区在湖州南巡区 开发商是湖州新城岳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业主徐先生说 小区是上个月月底开始交付的 业主们陆陆续续发现了不少问题 车库来的时候有的就发霉 还没洗都没洗干净 现在扎紧时间在洗 那个时候水自然接的水 现在看到的水他们冲了接的水 在地下车库地面上有大量积水 远处有几位阿姨在用水管冲洗地面 现场的业主提供了几张照片 车位角落里有不少积水 他们说这是在没有冲洗地面的情况下拍摄的 还有一些业主表示 房子里也有很多问题 记者来到一位陈先生的家中 这是一套毛坯房 到处可以看到艳房师贴的粉色纸条 现在就是墙体开裂 这种墙体开裂 很长的裂缝 反正全屋墙体大大小小的很多裂缝 上面还有空骨 下面也有空骨 窗户有问题 就是它的门锁开关 还有包括滑横啊 破胶的 破胶的 这种肯定以后会漏风漏雨的嘛 艳房师它是 本来是两个小时的工程量 它整整花了有四个半小时 诚信地说 把问题反映给开发商已经好几天了 目前还没有人上门维修 找到湖州南巡 无越广场营销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会有专门的媒体对接人回应此事 就是针对地库 这种局部开裂申露的问题呢 我也是十分重视的 我们现在已经邀请了一种专家组 到现场来踏开 然后被制定了这个总改方案 目前呢 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总改的样板区域 而且是已经进场施工了 计划的是年前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总改样板完成施工 下期复工后呢 项目可能也会根据地库的实际情况 进行大面积的去总改 库地面呢 是为这个金刚沙加固化技地平 现场我们也是按图施工 通过验收的 涉及到这种房屋户内的一些 质量匣子问题呢 我们项目上有一个专门的防修 我们会积极地去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 履行我们的保修义务 就是3月15号之前的话会全部总改安装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黄金眼记者扣 到4 o'00000 明镜才讲最后